你不要认为说我有十年前 我随时可以到美国 其实到了美国进了小黑屋 然后他就给你送上遣返的航班 甚至威胁你会取消你的十年前的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逃离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航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待见来自中国的游客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不见得是来旅游的 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定是一样的 就你说的东西 人家已经不是很愿意相信你了 而且出现在机场的 就审核来自中国的游客的这些官方的人员中 越来越多的是亚裔 甚至原先就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非常清楚你来干什么 你的回答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对 他就会抓住你的漏洞 如果他要审核你超过十个小时 基本上你就进不来了 就他心里给你已经打上了标记 而大多数中国人连最基本的这些常识都不太清楚 很多人还处于非常懵懂的状态 这就导致今天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说的东西其实是他们永远也做不到的 我见过一个哥们 跟我聊了至少有六七年 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去申请护照了 把我差点笑坏了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变的档口 或者叫转折点 你看到的所有中国的改开 基本上都要在未来很短的一个时间里 把它结束掉 因为中共在中国 他最主要的利益 是保持他们永久执政的地位 任何影响到他们执政地位的事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不可接受的 至于其他的东西 其实反而不重要 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上 所以世界各国对他们进行的制裁 即便完全落实到现实中 对他们的影响 也是有之后期的 中共在退出历史舞台以前 会把所有的中国人绑定在一起 正是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上 他们掌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分配能力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会把自己养得饱饱的 有点像什么 先军争执 朝鲜就是这样干的 朝鲜有两套分配机制 一套是面对全国的供给制 一套是维持核心运转的特种经济 中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就毛泽东建在的那段时间里 其实玩的也是这一套 你看到后来很多中国影视作品中 反映出来的东西跟真实都没什么关系 都是被美化过的 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大锅饭 每一个阶层都在自己的公共食堂 或者在他们的圈子里 享受着大锅饭 但是全国一盘棋的大锅饭 其实没有 等级非常深夜 毛泽东即便在最困难的阶段 以他为首的党中央 享受的待遇 都是特权阶层才拥有的 那个年代有一个特别的叫法 叫高盖 传统上的高干 在文革结束以前是以13级 就正厅级为标准的 文革以后因为老干部 这个享受的待遇的人数减少了 后来出现了一些新高干 就包括了14级 行政级别14级以上 都属于高级干部 这种特权阶层 直到今天还存在 所以在中国 任何风吹 或者说国际社会的这个风吹浪打 打到中国头上的时候 这个阶层还是能自保的 跟中共这个政权 密切程度 这个 决定了 中国未来 这些特权阶层 还能享受待遇 享受特权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的安全程度 包括食品安全 都是有保障的 这跟普通的 社会上你见到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